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八一篇第八章 指下问曰 巧笑倩兮 美目叛兮 术已为献兮 而未也 指曰 会事后数 曰 礼后夫 指曰 起余者伤也 时可与原师遗矣 昨天我们学习到八一篇的第八章书 这一章写如老人讲的比较长 解释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分两次来学习 今天我们接昨天来学习 写如老人当时讲这一章也是有两次 所以这里接下来写如老人讲 必须再略略谈一下 上回说的 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可以知道 当时讲这一章书 也是分两次 两次讲的 所以接上一次说的 五列出三本注解 极事 极各家的注释 有好 有坏 知对 知不对 由此可以比较 而后知道其中的意义 这是一种读书法 写如老人 接着上回说的 再给我们提出来 他老人家列出三本注解 就是伦理的注解 有三本 他列出三本 那么有极事 这个极事 这本注解是极各家的注释 自古以来 注解伦理的注释 有好 有坏 知对 知不对 看了这个极事 可以比较 然后知道其中的意义 这个是一种读书的方法 用词来比较 汉如注解规矩 用这个极事 这本书来比较 这个汉如注解伦理就比较规矩了 那么到宋如 承子 诸子 有做比较 承子开启以自己意识解说经典的开端 那么这个就没有汉如这么规矩了 用自己的意识来解释经的 这个是从宋朝 承子开始 宋以前 承子以前都依汉如 所以这个注解规矩的 以前无讲轮理 自在教你们学礼貌 这一次就不是了 写入老人 这个轮理不止讲一次 最少两次以上 那么以前讲轮理 就是教大家学习礼貌 这一次是他九十二岁的时候讲的 那就不是了 总要讲伦理 但是这个用意不同 又种别二意 先说种 你们以前上学没有学过道 孔子有孔子之道 所谓四字于道 招文道 细时可以 我们没有听闻道 即使望道也没有见道 那么这一次的讲解伦理 学路老人重点是在道 就是在学道 跟上次就不同 若懂孔子之道 学佛比较容易 那么这个话呢 我们一定要留意 不能这样 这个轻易看过 所以有一些学佛的人 认为我们学了佛 还学这个卢干什么呢 这里就给我们挤出来了 你懂得孔子之道 学佛就容易了 前面也跟大家汇报过了 学中国传统文化 是学佛的基础 有了基础 来学佛 那当然比较容易 那没有这个基础 学佛那很困难 你们有跟随 无学佛三十余年的人 头十年却有往生的人 其次十年只见衰 后十年便更衰了 佛法有正向末法三起 如今好事末法 听闻虽然很多 但是没有功夫 唯有增加迷惑 而没有 不断烦恼 因为今不能改的缘故 今日犹如 红薅满头 再下去 恐怕荆棘满头了 你们心里不改 所以无讲说 这一段话 这个写入老人 就给我们说明了 为什么他就四十岁还讲伦理 之前也跟大家提到 有一些写佛念佛的人 认为我们念佛就好了 那何必再写这个伦理呢 关键就在写入老人讲的 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所以写入老人到台湾三十几年 头十年的确往生的人比较多 再过十年那就少了 后十年第三十年就更衰了 一万个念佛人难得有 一个两个真的往生 可能还不一定有 所以写入老人 他用这个三十年来形容 好像佛法有正法 向法末法三个时期 现在好像是末法 听经文化的人虽然很多 听也听了很久 但是没有功夫 听了很多 没有功夫 唯有增加迷惑而已 没有不断烦恼 这里不讲灭断 我们净土不断烦恼 就决定往生 如果没有辅断烦恼 那往生没把握了 其他法门都要灭断烦恼 才能超越三节六道 净土法门不必灭断 但是需要辅断 才能代业往生 那么为什么听经 听这么久 练佛没有功夫 因为心不能改的缘故 所以念佛不改心 念佛的功德 都被我们的烦恼障碍了 所以邪路老人讲 他为什么在讲说伦理 就是帮助我们 邪佛念佛的 因为懂得中国文化 能帮助邪佛 邪佛又帮助我们 懂得中国文化 可以说相得一掌 那么我们是人 要以修身为本 命中求往生西方 就不必再来六道轮回了 这段话呢 我们大家可以把它揭露出来 尝尝看看 今日读很多 唯有聪明人能解读 解读必须事先准备 准备什么 论语与佛法 这个聪明人能解读 今天读很多 解读必须事先准备 准备什么呢 就是论语与佛法 这个是很重要的话 我们要好好记住 可惜的是 你们未能信 共中有不共 必须自己有解药 首先必须找老师 学佛与学孔子 除佛说以外都不听 佛孔子为我的老师 论语就是孔子之言 依着论语来实行 我们学佛与学孔子 其次你们都有障碍 所以学不入 因为你们的文学不行 二百余著 你们能选择吗 这个的确也是我们现在人 的问题所在 其路中又有其路 这个注解那么多 我们没有能力选择 因为就是文学不行 若文理好 比较能不入其路 所以必须懂文理 如 至于前马章 懂得文理 便是前马 不是指护 第三考据 理能讲得通便可以了 若要穷救他的源头 则无不能 说了对你们也 没用 你们要 必听 无没有为你们说的 你们不可信 如理后夫章 所讲的意义为理气上所说的 而宋如 因考公计 有这个道理吗 这又给你们 举出来了 宋如啊 他这个 错误的地方 八亿这一篇 多半 才讲理的事情 主要是讲理 理有五种 最重要的 为 记理 今日用的 记器 乐器等等 都已经 不是古代的 如何考据 没办法考据了 汉如既离孔子时代 才数百年 已经有讲不对的了 我们今天既五世还不远 谁能说明白 子曰 其余则三也 时可与言诗一语 子曰 其余则三也 孔子的意思就是理气上的意思 理气云 中信之人可以学理 这个意思就很完整了 有人以为中信与理 是同一等的种种说法 那是无事生辉 多生困扰 又有人说中信与理 经传之中有分开说 有合起来说 其实不必真 如数都说是白 但也有分开讲的 有合起来讲的 我们不必向后卢 批评子贡子下的高低 我们够不上资格批评 子贡说贫耳无产 富耳无交 同时使他更与热道 而子贡说 思云如切如戳 如拙如磨 其师之谓与 孔子 告出往 而子贡之来责 子贡问的那一章 孔子是直说 这一章指下说人 孔子说会 指下悟道理 这是恒的 素穷恒骗 平等平等 只就意境高远而论 汉诗不如周的诗间 周朝的诗不如 吉朗歌的混论原句 但是就文理的明白来说 当以唐诗为准 你们每天学一二首诗 研究他的作法 亦被将来自己看书 五就是用佛经的科判 以作诗的方法 研究论语 写入老人 他用佛经的科判 跟作诗的方法 来研究论语 巧夕欠夕 这一章分三段 其实是四段 首先指下 直举诗经 其次是孔子 承接者举会诗 再次则转为李后夫 最后合起来说 其余者三也 又合以最初所隐的诗经 好 那么这一章书 我们就续续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伐喜充满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